我和美如下个月就要结婚了,这本来是挺喜庆的事情,但好哥们突然告诉我,美如背着我举行了一场单身派对,婚前单身派对这种东西在年轻人群体中很流行,毕竟结婚之后就需要收敛了。 趁着派对能最后放纵一次,可派对最基本的原则是夫妻一起参加,谁也别瞒着谁,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,是因为好哥们王琦突然给我打电话,他在电话里问我,美如的单身派对需不需要交分子钱,交多少,我在听到这件事的时候,整个人是懵的,我可从没听过美如说要举行单身派对。 而且也没跟我提起过,他要干嘛,背着我这个未婚夫,最后疯狂一次,你说清楚点,单身派对这件事,我什么都不知道,甚至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,王琦在电话对面沉默了好一阵,最终叹了口气,见面聊吧。 挂断电话后,我们约在晚上十一点出去在烧烤摊见面,眼下才七点钟,时间还早,我躺在床上,不停地翻美如的社交账号,但根本找不到单身派对的任何信息,她是跟人私聊邀请的。 光当门开了,美如穿着一身紧凑的运动装回到家,肩上还跨着运动包,里面是各种健身器材,好热啊,老公,给我二百块,我点一些凉快的东西,消消暑。 美如一边用手扇风,一边将运动包挂在衣架上,她此时面色潮红,脖子上不停有汗液往下渗,汇聚到中间的沟壑里,吃个零食要二百,我盯着美如看,没说话,怎么,快给我啊,热死了,你个大男人,怎么两百块都磨磨叽叽。 你想吃什么,我给你点。 美如非但没说想吃什么,反而白了我一眼,嘴里嘟囔着小气,直接进了浴室。 都说婚前女人是吞金兽,我这下算是体会到了,不榨干我身上每一分血汗钱,这婚是铁钉结不成的,眼下还不是跟她吵架的时候,我转了五百过去,稳住美如,另一边, 今晚上要好好问问,那单身派对到底在搞什么飞机,当我把钱转过去的时候,浴室里的美如瞬间变了脸,给我来了这么一句, 哇,老公你真大方,爱你哟。 我撇了撇嘴,心想你还真是进口预言,五百块就还你一句话,晚点我要出去吃烧烤陪客户,你在家早点睡。 到了深夜,我换上衣服准备出门,在卫生间小便的时候,突然发现了一个验韵棒,那东西静静躺在垃圾桶里,明显被塞过,只露出一绝,要不是自己细心根本发现不了。 我拿出那东西,仔细打量着,这是用过的,而且上面有两道红杠,老子喜当爹了。 而且,这还不是一般的喜当爹,是奉子成婚,成自己的婚,奉别人的子,当冤大头到这个份上,简直绝了。 决爵子,看着验韵棒上的红标,我越想越气,但最终还是没发作出来,光这一个东西还不能说明什么,毕竟孩子有可能是我的。 关键问题,还是在那个单身派对上,一定要搞清楚,美如背着我开派对,到底在搞什么飞机,来到烧烤店后,王琪直接手机截图给我,是美如私聊发给她的信息,王琪小哥,明天我要举行婚前单身派对,邀请你参加哦,很多单身姐妹会参加搭,不要错过。 王琪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,一直在撸串,我揣摸起字里行间的意思,感觉除了背着老子搞派对之外,还真没什么可疑的点,难不成误会美如了,这事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,就看这绿帽,危机你放不放在心上。 王琪说的很在理,如果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事情就这么过去了,但我身为马上举办婚礼的新郎官,要是忍下这口气,指不定美如婚后,还会给老子扣多少绿帽子。 打得一拳开,免得百拳来,必须给他个下马威,你是不是认识个道具师,他有没有人皮面具? 我想去搞明白怎么回事。 撑,王琪点了点头,随即打电话给他的道具师朋友,两分钟后便挂断,点头说搞定了,有这么个对自己交心的好哥们, 我感觉自己实在是撞了大运,要不是王琪及时反应。 恐怕自己至今都发现不了未婚妻那点小算板,哟,巧了哈,大半夜还能撞见你俩。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转来,我转头看去是公司老板胡飞。 胡飞虽说事业有成,开了公司当了大款,但一直是个单身狗,虽说是个有钱人,但一直没什么架子。 说起,我工作的这个公司的业务,本质是房地产的船头,搞拆借业务。 如果有哪家公司要派地缺钱,我们这些船头公司就来活了,到处募资,帮助地产商凑钱,赚拆借服务费,这是个吃地产红利的行业。 地产红火的时候,干个几年就能身价千万,如今房市冷清,拆借业务也变得清淡起来,坐,一起,就这样,夜里三个大老爷们坐在烧烤摊喝起酒来,老胡啊,你这买卖现在不行了,我兄弟跟你干还有前途不?不然都来搞传媒吧。 王岐一边喝着酒一边黑黑笑,他早些年在胡飞手底下,赚了不少钱,随后单飞去了传媒,搞起女主播经纪公司,风生水起。 反正这三个人里,就我还是个打工仔,冷清是冷清点,但最近想到办法了,放心。 酒过三旬,大家都有些晕晕的,忽然间王岐打了个酒格,拉着我,兄弟,小心格你老板。 我一边面上笑嘻嘻地喝着酒,内心有些惊涛骇浪,王岐他到底知道些什么,竟然要我防着胡飞,我拍了拍他肩膀,继续假装什么都不知道,兄弟,你跟了我这么久,还只是个小组长,说实话我心里挺愧疚的。 后天上班,你去我办公室走个手续。 我打量着胡飞,看他喝得脸红脖子粗,不知道要搞些什么,原来那个二把手被我开了,下周一开始,你就是二把手,顺便,肝骨也有你一份。 我瞪大了眼睛,不会是胡飞喝多了撒酒疯吧,怎么突然间就给我这么大好处? 今天算是给你半个生殖庆祝,走,去小胡同找老妹儿去。 别,我马上要结婚的人了,逛窑子就免了。 也正巧在这时候,胡飞的电话响了,他缓缓掏出来,我瞟了一眼,联系人不是别人,正是美如。 差不多后半夜两点,烧烤吃得差不多了,开始各回个家,我回家的路上一直在琢磨,美如跟我不在一个公司,他为什么会有胡飞的电话,而且他怀的是谁的孩子? 这两件没头没脑的事情,如今碰巧撞在一起,巧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,美如背着我跟我老板搞到了一块,让我承接盘侠了。 想到这里,我差点一拳打在车座上,没想到自己碰上了这么个烂事。 妈的,婚前出轨,还跟我玩单身派对,弄死你。 我恨恨地回到家里,勉强度过了今夜没有发作,第二天,我去王岐的公司化好妆,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随后跟他前往一个哄爬别墅里面,参加自己未婚妻的单身派对。 今天欢迎各位单身男女来到现场,有请我们的主办人胡飞先生和美如小姐。 我在台下角落攥紧拳头,盯着台上的一举一动,美如一脸娇羞地被胡飞搂在怀里,两人一同登台,没得洗,自己这绿帽子是摘不下来了,胡飞口口声声要给老子生吃加薪,结果背地里睡我未婚妻,这笔账怎么算都窝火? 大家说,要不要让两位主办来一场亲密互动啊? 台下顿时群情激愤,大喊着要亲嘴嘴,法师舍稳,老子听他们起哄,更是差点晕过去。 而且,台上的美如竟然没拒绝,闭眼撅嘴站在原地,眼看着是头怀送抱的架势,亲上去,亲上去。 台下一阵高呼,唯独我在角落里血压飙增,够了。 听! 我呵斥一声,顿时场面冷了下来,所有人都齐刷刷看着我,此时,我坏笑起来,既然你背着我玩这么花,老子陪你玩到底。 舍稳太俗了,老子要看一边舍稳,一边激情热舞。 顿时,场下跟着起哄,声浪更高,舍稳热舞。 舍稳热舞。 这时候我没闲着,偷偷拿出手机对准台上,准备拍下证据。 让那娘们儿净身出户。 美如在台上脸红扭捏了一阵,但她扛不住,胡飞搂了上去,一手捏着她大臀,一手捏着她的大白。 最终,肩幅淫妇在大庭广众下,随着音乐表演起来,我这个未婚夫躲在角落,用手机咔咔拍证据,双眼通红。 这可是老子的未婚妻啊。 妈的。 忽然间有一只女人的手搭在我肩膀上,我回头看去,是自己前女友小小,她面红耳赤地瞪着我,你是什么人,起什么哄。 人家美如出轨不算,你这么一起,哄是破坏人家家庭。 啪的一声。 一巴掌扇在我脸上,差点把我人皮头套弄歪,小小气冲冲地离开派对,头也不回,说起小小,她跟我没什么矛盾,当年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,导致感情出的问题,加上美如介入,我选择了美如。 当时算是我劈腿背叛了小小,才结束了那段感情,如今想来,真是悔不该当初,三观正的自己不珍惜。 绿茶表反倒爱不释手,自己活该。 而且,小小是个自立的女性,人家是个会计师,有正当工作,不像美如,只会花钱,无业游民。 当派对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,美如站在台上,哭了出来。 衣在胡飞怀里拿着话筒,姐妹们,说实话,我其实有丈夫,但我那个未婚夫是个人渣,他家暴,嫖娼,酗酒,我受够了,才不得不寻找新的爱情。 希望姐妹们祝福我和胡飞,给我做出正确选择的勇气,呜呜呜。 听着美如在台上一股劲儿的凭空造谣污蔑我,还捧一彩衣,说胡飞对她有多好。 真的,我差点当场吐出来,王琪坐在最后排抽着烟,左拥右抱,两个身材火辣的美女,争相挑逗着王琪,十分像艳,她这么干倒,不是想三人大战。 人家是开主播公司的,看见有潜力的美女,肯定要画画大饼勾引勾引,人家那是发展业务,派完证据后,我没多留,直接离开派对,准备给美如这个绿茶表致命一击,临走前嘱咐王琪,拜托她想办法,派点后续更劲爆的东西,方便老子反杀,回到家里。 我坐在沙发上,开始思考怎么规划对策,可此时门铃响了,打开门,是小小,她红着眼睛,脸色很差,见到我也不说什么,直接丢给我一张存储卡,傻小子,你老婆跟别人跑了。 小小竟然跟我分手之后,还不忘帮我一把。 说实话,我现在有点想吃回头草了,谢谢我知道,也在想怎么办。 我看小小不准备多留,转身要走,赶紧要拉住,结果我力道没控制好,直接将它拽回来,撞在我身上,小小惊呼一声,扑在我身上,这导致我没站稳,倒了下去。 扑通,我摔在地上,小小贴在我身上,满脸羞红,自己那双手,不知道怎么就自动搂上人家的腰。 对不起,小小,我当初昏了头。 你放手,你都选了美如,还纠缠我干嘛。 小小慌乱地爬起来,转身跑掉了,几分钟后。 电话响了起来,是个陌生号码,这是我新号码,你存一下,要是美如搞事情,让你沾了官司什么的,我帮你作证。 这是小小的新号码,他嘴上厉害,看样子,心里还是向着我,我这个犯了错的大猪蹄子。 我回到屋里,看着自己拍下来的视频和照片,气得好几次,都想把手机砸掉,不如给那贱人打个电话吧,看看他在干嘛。 我临时起义,拨通电话,前两次被挂断了,第三次才接通,老公。 怎么了? 你在干嘛? 我? 我在,笨啊,轻点,我在健身拉腿。 拉腿,拉腿还带娇喘的,听到这里,我差点把电话捏爆。 我去健身房接你呀。 不用了,我又哦哦,不要,我又不是自己不能回去。 那行,我先自己吃饭了。 挂断电话之后,我终于忍不住,一拳砸在茶几上,玻璃台子应声粉碎,什么健身, 明摆着是正在被胡飞拱来拱去。 晚上美如到家的时候,他依旧是一脸潮红,香汗淋漓,估计是刚完事,真吃酒。 我冷笑着打量着这个贱人,几乎是胸光毕露,你干嘛? 这么吓人,茶几是怎么回事? 那是我花钱买的。 你的钱,整个房子就只有茶几是你花钱买的,还有脸说,我懒得跟他解释,直接把拍好的视频发了过去。 美如嘟囔着打开手机,看到视频后,大叫着将手机丢出去,你干嘛?你拍的什么? 你有脸问,背着老子搞单身派对,跟人舍吻热捂,当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美如脸色阴晴不定,最终变得毫不在乎,对啊,老娘早就看你穷不垃圾不想过了,房子你没写我名,你身上又没几毛钱。 老娘这么漂亮,干嘛跟你过苦日子?被你这头穷猪拱,是便宜你了。 美如的摊牌,反而是让我沸腾的愤怒降温下来,她懒得装了,那我也不用继续演戏,那就不结婚了吧,你走吧。 美如听到这话,头也不回地离开,走得潇洒至极,还真是得了志的婊子,狂到眉边,走吧,走了也好,眼不见心不烦。 半夜我快睡着的时候,突然美如打来电话,这娘们还想干嘛,我点了接通,想听听她,还想耍什么花招,老公。 我刚从健身房健身完,你想吃点什么? 对了,你把房间疼一下,我妹妹要住进来。 吃点什么,妹妹? 这是开始玩双胞胎把戏了,别闹了,你没有双胞胎妹妹,你已经有了胡飞的孩子,就别纠缠我。 祝你幸福,撂下这么句话,我直接选择挂断拉黑,之所以没对一电话大呼小叫,是不值得,那见人不值得我再生气,气坏身体,一觉醒来,已经是周一,我应该去准备辞呈,跟胡飞那个王八蛋一刀两断了。 胡飞这家伙,当着我面将辞职信撕掉,给了我一张合同,兄弟,你未婚妻拜金浪荡,勾引我这件事,我道歉,这是补偿,这是一张股份转让合同。 只要签了字,公司有10%都是我的,按照去年的净利润换算的话,每年我能拿到28万分红, 我打量着合同,看着胡飞一脸懊悔的样子,签,不签,胡飞确实欠我一个天大的补偿,他拱我未婚妻,这笔账可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,我不想再跟你有什么关系,这笔钱你自己留着花吧。 28万,买老子忍气吞声,看起来划算,但我咽不下这口气。 28万,买老子忍气,但没想到的是,胡飞做得更利落,要不说他是老板,我是打工仔呢,脸皮厚度上就有天壤之别,当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。 28万,所有人都直勾勾盯着我,将我围住,胡飞走出办公室,绕到我身后,突然给我脖子上挂了个公牌,恭喜新总监入职。 总监好,我懵了,就眼下这场面,我要是继续闹的话,愉快愉否先别说,我这脸皮厚度根本没法启齿,在欢呼声中,胡飞小声凑到我耳边安慰着,兄弟,我欠你的,拼了命也给你补回去。 这话听着,像是他幡然悔悟了,昨天还拱着美如,今天就翻脸,真是一副提裤子不认账,等欢迎会结束后,我坐在老板办公室盯着他。 要他给个说法,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,昨天,昨天我在公司开视频会议啊,胡飞一脸茫然,摊了摊手,还给我看了直播回放,确实是在开会,其人老婆这事我可干不出来,美如确实勾引我,但昨天单身派对快结束时候,我就跟他一刀两断了, 那娘们太过恶毒,我也是后知后觉。 这句话,让我一下子陷入迷惑,难不成,那天打电话时候,在床上拱美如的是另一头猪,怎么个恶毒法? 他偷偷拍了视频,还特别会找角度,搞得像是老子强奸他一样,还用视频威胁我割让股份给他。 昨天派对结束,我看清了那件人真面目,最终割让了百分之二十。 说到这里,胡飞垂足顿胸,在办公桌上疯狂发泄着,看他一副懊悔的样子,暂时我算是明白了一件事,可能胡飞也是受害者,他确实惊虫上脑,虑了我。 但本质,还是美如那个贱人,在暗中搞钱,美如怀了你的孩子,这件事你知道吗? 听到这句话后,胡飞差点昏过去。 倒在地上自己掐着人中,毕竟拿孩子敲诈的话,胡飞还会被美如再套一笔,估计没两下,他这公司就成别人的了。 兄弟,你帮我,胡飞抓着我的手,仿佛哀求一样,我把剩下股份拆分零碎,全都转让给你,免得被美如敲诈,等那贱人离开后,你再还给我。 胡飞这么个暗度陈仓的办法,确实是个救命的法子,但他难道就不怕我拿了股份补还,而且,卖掉公司不更好,一了百了,不是不想卖,我卖了的话还能干什么?去街边卖烧烤。 胡飞叹着气,整个人像是泄气的皮球,他说的话确实在理,卖掉公司是最下下策,不到万不得已,谁也不想经营了好多年的产业,一下子丢掉。 我打量着总监合同,里面有百分之十的股份,现在还没签字,要签吗?这可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,行,这百分之十我先拿着,你准备准备吧,趁着老子良心还在。 就这样,胡飞开始着手准备拆分股份,一点点转让给我,这是一个漫长的流程,大约需要四个月不停地滚流水,套信用卡去收购, 这期间,我的个人身价会飞速暴涨。 直到胡飞金蝉脱鞘成功,才会一点点回落,他答应我,金蝉脱鞘成功后,会保留我十五个点的股份,这一切都需要在年终会计审查之前完成,否则就会将进程拉长半年,夜长梦多。 谈好协议后,我开始收拾工位,准备搬去总监办公室。 兄弟,在转让期间,我不能让美如发现什么异样,所以对不住了。 我点了点头,哪怕美如和胡飞在老子面前直播造人,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,和美如这个贱人一刀两断之后,我开始更加怀念跟小小在一起的时光。 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,突然惊虫上脑喜欢上了美如这么个顶级绿茶。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半个月,这期间我偶尔能看到美如在眼前晃悠,她风骚地来到公司,根本不避讳任何人,直接去胡飞的办公室,一呆就是大半天不出来,谁都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。 胡飞现在摊上美如这么个吸血鬼,也替她挺不值的,哟,我前男友高升了,真是恭喜啊。 美如今天突然推开门,走到我面前炫耀起来,我不想理她,但手上的文件被她弄得一团糟。 看看我妈,我现在可是你老板。 老板,靠色又上位的绿茶,还敢这么猖狂,我冷笑盯着她,打量着美如,然后呢,你想干什么? 你没法开除我,我现在也是股东。 美如脸色变了变,气氛一下子诡谓起来,我不行,不代表胡飞不行。 我让我老公弄死你。 我差点笑出来,现在不管我叫老公了,改口叫胡飞老公,这才过去几天,哦,对了,我突然想起一个段子,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里的县长夫人,不就是美如现在的真实写照,县长是谁她根本不在乎。 她只想当县长夫人,美如从史之中都很专情,她只是嫁给了钱,而不是特定的某个人,眼下还是不要刺激她,否则胡飞的股份会进一步遭受损失。 我向征性服软,让美如这个贱人得意地离开,随后继续自己手头的工作。 总监,会计公司那边来电话了,因为年终审计太多,需要提前送资料过去,才能正常审查,要安排吗? 我皱了皱眉头,按照胡飞的需求,最好是能把审计拉长一些,才方便办事。 不用了,把对方电话给我,我跟会计公司对接。 秘书留下一张名片,对方会计师的名字让我一惊,竟然是小小,虽然巧到家了,但人家身为一个会计师,管理几十家公司的审计撞到一起,也没什么不合理。 我打电话过去,约了小小下班后见面,除了公司的审计,我还想聊点别的,比如,好马吃点回头草之类。 夜里,我在会计公司楼下见到了他,一身职业装的小小,依旧那么洒爽,好久不见啊。 大渣男,这回约我是想伤了我。 我脸色变了变,但没敢回怼,小小别的都好,就是这张不饶人的嘴。 太让人喘不过气,当初就是因为他说话一点情面不给,才吵起来的,也导致被美如趁虚而入,别别,公事,公司审计的事。 我和小小边走边谈,我没有瞒着小小,将公司拆分股份,金蝉脱鞘的事情都告诉了他。 这是合法行为,没什么可隐瞒的,而且也能彰显一下,自己是头有前途的好马,值得小小回头。 所以,你是想说,你发达了,被美如伤透了,对我回心转意。 我尴尬笑笑,暗地里碰了碰他的手,小小倒是没反抗,这让我放心不少。 你把公司账目全都发给我,我业余时间给你提前审计查看。 不用了,压到最后就行,毕竟要拆借股份嘛。 小小脸色变了变,很严肃的样子,这让我有些始料未及,你不是会计,不懂里面那些门道。 说是金蝉脱鞘,但谁是金蝉,谁是壳,你真的搞明白了吗? 小小这句话让我一愣,难不成胡飞那托付公司的计划还另外有猫腻? 他确实当时想出这个办法的时候,像是早就打过草稿一样,计划的每个细节都讲得明明白白。 胡飞虽然搞拆借业务,但他又不是会计出身,为什么能灵光一闪情况下,把计划想得那么通透,有鬼? 别让胡飞发现,三年内所有账本,全都扫描一份发给我。 我点了点头,没敢怠慢,夜里直接回到公司,趁着关门没人的时候,用我自己手里的钥匙打开门, 去会计市搬账本开始扫描,差不多忙活到天亮才弄完,我喘了口气,疲惫地回到家里。 这时,王琪发了条信息过来,是几张照片,看背景应该是哪个酒店,这几张照片虽然模糊,但依旧能看清。 是胡飞跟美如天雷勾地火的现场画面,兄弟,派对那天拍到的,我雇人弄得,所以晚了点。 这几张照片,直接佐证了一件事,胡飞在说谎,他说是在开视频会议,但其实就是在拱美如。 真是绕了好大一个圈子,博取我的信任,眼下胡飞不能信,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人,一时间,我觉得手上拿着的百分之十股份有些烫手,这可是胡飞在装风卖傻时候塞给我的,八成不是什么好处,而是某种说不明白的炸弹,忽然,美如发来信息,这娘们阴魂不散。 你手上有百分之十股份是吧?多少钱?我买了。 看样子,美如还不知道股份可能有问题,竟然还在妄想侵吞公司五十万,一手交钱,一手签合同,就这样,我背着胡飞丢掉了手里的股份,要价五十万卖给美如。 她倒是一副土大款的样子,十分不在乎一家,直接掏出钱转给我,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? 我有些好奇,美如跟我在一起,就没怎么工作过,这钱是大风刮来的,从你那拿的呀。 我一愣,随即差点骂人,怪不得美如隔三差五就要钱。 原来不是拿去花了,而是揣她自己腰包里。 我咬着牙,美如倒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,用你的钱,买你的股份,不是很正常吗? 难不成,我还要补偿你,给你生的孩子。 不用,让谁生也轮不到你。 美如倒是心情很好的样子,促进我用她两团胸气顶着我胳膊,不生孩子,今晚补偿你还是可以的,一日敷七百日恩嘛,笑消气。 不成,你现在只会让我恶心,我白了美如一眼,她也不装了,见我不领情,直接扭头就走,白白了穷比,老娘要成富婆了,无呼。 她能这么猖狂,底气来自于肚子里的孩子,第二天我去公司的时候才知道,美如用孩子对胡飞进行敲诈,又拿走了百分之二十股份,也就是说, 加上我偷偷给她的,现在公司一半都写着美如的名字,兄弟,我的心在流泻啊。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吗?我他妈想活死了那个贱人。 胡飞在办公室里声泪俱下,我坐在沙发上有些无动于衷,毕竟,你这套计划有没有鬼,还是两说,明天一早,就会有五个点股份进你账目, 记得套信用卡,交割走流水。 胡飞嘱咐着,我点了点头,下班回家的时候,小小站在楼下拦住我。 一脸严肃,你出事了,你公司全是坏账,股份赶紧想办法全扔掉,每一个点的股份,背后都是四万块钱的负债。 小小的话,让我冷汗直流,没想到胡飞竟然才是幕后黑手。 他耍了所有人,用精虫上脑的方式,假意中了美如的美人计,被敲诈股份,又故意让我发现,把其他股份转给我。 这一来一回,他相当于无债脱身,我和美如成了替死鬼。 幸好,美如够贪,他吃掉了我的那份,而新进来的五个点,需要明天才能到全市负债,可公司并没有不健康的地方啊。 小小白了我一眼,像是看外行一样,那是因为胡飞有另一家后台公司设立在海外,他把老公司壳子甩掉之后,新公司就会大发横财。 这下,算是全明白了,他这么晚,铁定是违法的,但只要脱身跑得快,没人抓得住。 但现在不同了,幸好有小小帮忙查出了破绽,提前发现阴谋,眼下到了这份上,还说个屁的离职,赶紧跑就完了。 我趁着公司下班,连夜收拾东西跑路,留下一份辞呈不告而别,在他妈见了您啊,不管是瘫到眉边的美如,还是阴险狡诈的胡飞,都跟老子没关系了。 跑路的第二天,我就拿着手头的六十万入股了王企的分公司,彻底跟过去白白,怎么,发现什么了,跑得这么麻利。 王企黑黑笑着,一边喝着红酒,一边嘲笑一样看着我,他这幅欠揍的表情,让我不由得脸色煞白,这家伙知道内幕。 当初他说的那句小心胡飞,不是告诉我胡飞绿了我,而是让我警惕胡飞拿我忌贴。 你他娘的早说,你知道真相为什么藏着掖着,还打哑迷,老子差点就没了。 消消气,哪怕你智商不够用最终掉坑了,我也能捞你出来。 只不过嘛,我希望你能自己发现真相,省得以后在生意场上被人当猴耍。 这堂课是收费的,你别不给钱哈。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趟现实教育课,只要答错一道题,那就是万劫不复,真是城市套路深,酒馆是八分,多少钱。 我全跟着你投资了,一分没有。 王企黑黑笑着,摇了摇头,当年我单飞开公司时候,你借给我十万块,整整三年不问,这兄弟情我记着呢。 这样吧,今晚烧烤你请,就当学费了。 三个月后,我参股的分公司,说不上生意红火,但拿到的利润,也比以前打工墙上很多,算是生活蒸蒸日上起来。 我诚恳地对小小道了歉,祈求他原谅,最终小小同意复合,让我签下合同,如果我在出轨,那就去绝育,我含泪签字,至于另一边。 因为我的跑路,导致拆解公司的股份转移计划,突然破产。 胡飞骗不下去了,准备全塞给美如强行跑路,可美如也不笨,察觉到事情不对劲后,装疯卖傻,不承认持股。 可他们都没逃过法院的传唤,小小身为代理会计,举报这件非法经济转移案后。 他们两个双双被提审,美如全程自称受害者,他也确实是贪心导致入套,最终被法院判决,背了120万的债。 至于胡飞这个阴险的大boss,他负债2000多万,成了老赖,最终只能变卖海外公司赎身,搞得倾家荡产。 属实是偷鸡不成十八米,坑了他自己。